《特战荣耀》是由杨阳、李一同、蒋陆霞、蒋龙、孟阿塞等主演的当代军旅题材的电视剧 该剧根据小说《特种兵之特别有种》改编而来 讲述了单兵素质突出 但是与集体格格不入的新兵燕破月 在严酷的环境和艰难的任务的锤打之下 成长为了一名有集体意识与战友并肩作战的优秀的武警特战队员 燕破月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是侦察兵出身,历过战功无数 所以燕破月的梦想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他要超越父亲成为强者 因此燕破月从小就阅读军事典籍,深谙军事文化理论 不仅如此,父亲连里的老兵,个个都是他的师父 他从小就接受着不同程度的训练,年纪轻轻就拥有着超强的体能 这也是为什么在他加入武装特战队后,他身上总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一样 加入武装特战队之后,燕破月因为杰出的体能素质,受到了领导的暗暗赞许 但是因为他个人意识太过强烈,并没有团队作战意识 因此又不被领导看好 为了敲打敲打燕破月,领导将他下放到吹噬班进行磨练 在这里,燕破月遇到了身怀绝技的老兵,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的技能 个人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后来在一次次的实战中,一次次的任务中 燕破月认识到了集体的重要性,开始有了团队意识 后来在燕破月的努力下,他一路过关斩将,走向了最强的史黄特战队 而史黄特战队也在他的带领下,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战队 但是随着信息作战时代的到来,燕破月带领的史黄特战队 却始终带着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不肯接受新的作战方式 为了避免史黄的陨落,师父赵志刚策划了一场比赛 另以燕破月为首的史黄落败了 不迫不力,落败的史黄战队解散 通过这次教训,燕破月决定接受新思想 他回到国防大学进修,并且伺机选拔人才,成立新的史黄小队 萧云杰是燕破月的好友,两个人一同加入特战队 和燕破月一样,萧云杰体能同样惊人 但是他的其他练习略差,而且与燕破月的个人主义相比 萧云杰更懂得关心他人 萧云杰的路子和燕破月几乎相同 两人都是从新兵,在经历了一次次任务 一次次实战后,一路走到了最强的战队 最后在史黄解散之后,萧云杰选择了当刑警 以他的能力混个刑警队长,公安局长都不成问题 吕小天和燕破月同一批入伍 和燕破月的体能惊人相比,吕小天就显得比较弱了 吕小天后来和燕破月,萧云杰成为了好友 三个人成为了小集体,一同被吓放到吹噬般成长 最后吕小天也突破了自我 吕小天在三个人中,是一个活宝的存在 负责调节气氛,是大家的年筹记 虽然他最后不如,燕破月和萧云杰走得长远 但是对他来说已经足够的优秀了 而且最终他还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 陪他燕是陪燕燕的养子 而陪燕燕曾是燕破月的小妈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战斗 而陪他燕同样身负军事才能 他的到来更大的原因,就是为了磨练燕破月 在后期,他也的确成为了燕破月的强有力对手 最后,燕破月带领的始皇 就是在和陪他燕的赌约中落败而选择解散的 虽然陪他燕有周志刚的支持 燕破月才会失败 但是陪他燕的能力确实不容小觑